来台湾拜访各地的大学 印尼金刚山也希望能够吸取经验 培育师资 在印尼的两亿人口中 佛教徒只占了1% 为了让大众认识佛法 同时培养基层学校的宗教师 中阳法师筹建印尼金刚山佛教大学 由妙师法师代表 拜访台湾各地大学 汲取经验 印尼本身就是 大家知道比较落乎 荒乎一定 包括种种缺了资源 人力物力都有相对的缺乏 基本上在一个 我们的经验上 我们就必须透过我们台湾 很多这样子的先进 然后就表示说这些大学里面的不管它从校长一直乃至到这些学生的种种的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将近100公顷的土地跟基础设备都已经陆续完成 那接着我们会必须要准备一些软体的部分呢 所以我们就要仰赖我们台湾的这些各大学的这个种种的经验跟资源来帮忙我们 给我们就是他们宝贵的意见 金刚山佛教大学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属于十方的丛林 让来到这里的出家众与在家众都能够深入经上 修学佛法 传单如来家业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